大家好,我是小凯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讲另外一个实战性的项目 也就是回到我的脑本行,金融行业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怎么去绘制一个K线图 也就是股票的K线图 比如说像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绘制了一个简单的K线图 这个如果说是炒股票的同学 大家就知道这种形式的图形 就是一种股票的K线图 然后作为一个K线图呢 它是实际上是有四个数据的 一个是它的open,就是它的开盘价 然后另一个是它的high,也就是它的最高价 然后还有它的low,最低价 还有它的收盘价 然后表现在这个图形当中呢 分别就是对于它有两种线 一种是上涨的线,是红色的 一种是绿色的线 它代表是下跌 绿色的线是代表下跌 然后对于红色的线来讲呢 它的中间的这个实体线呢 就是代表的是开盘价和收盘价 对红色来讲 它的实体线的下边缘就代表的是开盘价 它的上边缘呢 就代表的是收盘价 然后它的上引线呢 它的上引线代表的是最高价 然后它的下引线代表的是最低价 这个就是一个股票K线图的一个基本的含义 然后除了K线图呢 我们往往还会在软件当中看起来 看到它的成交量 它的成交量 这是作为另外一个指标画在下面的 然后今天呢 我们就来实现一下这个图形 首先呢 我们要画这样一个 画这样一个K线图啊 首先得有数据 没有数据 这个数据我们就不再去自己读入了 因为我们这个是只是做一个示例 做一个示例 做一个示例的话 其实Mateplotlib里面它是有提供相应的函数 可以直接获取雅虎财经上的数据 雅虎财经上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搜 比如说你搜Mateplotlib.finance 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页面 就是金融的页面 然后它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函数 函数叫做 叫做 看一下 叫做Quotes Quotes Historical Yahoo 就是这样一个函数 Quotes Historical Yahoo 但是它有好几个 它有好几个 它后面的有ohlc 然后也ochl 这个代表是什么呢 o就是代表的是open c呢就是代表close h呢就代表high 然后l就代表low 它就是相当于它就是顺序不一样 分别取开盘价收盘价 最高价最低价 通常我们的习惯呢 是开盘价收盘价 我们通常我们的习惯是开盘价 最高价最低价 最高价最低价 也就是这个地方应该是open open 然后high no close 这个是比较常用的惯例啊 常用的惯例 然后我们先就要获取这个 获取这个数据 获取这个数据呢 我们就必须得导入medplusnib.finance 因为这个函数比较长 那我们就直接导入这个函数本身 从这个包里面导入这个函数 ohlc好导入了 然后我们来调用这个函数 调用这个函数我们把它复为 codes 然后是首先第一个是ticker ticker的话我们就直接用最简单的 去用最简单的interintc我们谷歌一下 谷歌一下就会发现它就是英特尔的一个缩写 比如在这里它有个yahoofinance 然后我们点进去 它就是代表的是英特尔的股价 好这是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ticker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date1 也就是它的起始时间 然后date2是截止时间 然后date1 我们先给它复个值 date1 我们可以先运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 这个是我们获取的一个数据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个quotes 它是一个是一个数 是一个list 然后它的每一个元数 又是一个tuple 是一个元素形式 然后它每一个元素 它分别包含有六个值 第一个值是它的日期 但是它是以伏点数的形式表示的一个日期 也就是map的lib它能够认识的一个形式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open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open high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no 第五个呢就是close 最后一个呢就是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我们获取的一个数据 好 然后我们现在要对它进行一个布局 对这个图形进行一个布局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有两个指图的 有两个指图的 然后他们的宽度是一样的 宽度和左边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的高度和它的底部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分别对它进行一个复制 首先它的左边缘是一样的 left还有他们的宽度都是一样的 我们分别给它定0.1和0.8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个呢 它是在靠下面的靠下面的 靠下面的话 我们让我们给它一个给它一个区域 我们把它命名为rectanker volume 也就是画成交量的区域 成交量的区域 首先左边是左边 然后它的底部 底部的坐标 我们把它复为0.1 然后它的宽度呢是一样的 然后它的高度呢 我们把它站起复为0.3 然后第二个就是k线图 这个图 这个图呢是比较高的 我们刚好可以接着它 也就是0.3 0.1加0.3 那也就是0.4 0.4 andle等于0也是一样的 然后它的高度呢 我们把它复为0.5 这样的话加起来就是0.9 刚好上面还可以空上0.1 这样图形会比较好看 然后我们再把这两个图给先给布局画出来 我们先生成一个图 我们先把第一个walling生成 然后第二个图 然后第二个主图 名生成的主图 我们运行一下看 这个是我们先生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布局 然后我们再对它进行一个绘制 绘制的话我们可以先画 我们可以先画第一个图 先画第一个图 就是这个Volume这个图